主席 主委同仁 政府的官员 台電的官员 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先请部长 请张部长 部长你好 部长你好 这个核四场的这个 围主体的泄露 有这个外泄的问题 现在是六月份听说要开始做第二次测试是吧 对 六月二十号 六月二十号 那现在有没有找到它的那个 找到了 找到了 我昨天才听了报告 有把握可以解决吗 测试以后就知道 他们是很有把握了 但是我们测试以后就晓得了 测试以后晓得 如果说测试没有过的话怎么办 还要继续做 就是这个有没有什么期限的问题 或者是 早没有 因为这个其实在一个核电厂 维主体的这个所谓测试 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程序 所以因为如果说 你有人看那个图的话就知道 各种各种方式它都可能会 会有这个测试 所以这个测试相当有把握测试的这个漏的点 是很多点还是只有一两个点 没有很多点 但是有几个地方 说明一下好不好 五个点 是 报告委员 我们要找到非常细的 就是说 那种小的这个 不完整的这个地方 那因为那个维主体体积很大 13万地方公尺 所以我们必须要逐次的 一个一个的去寻找 那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五个这个 这个细个地方 我们会按照法规的要求 把它完全补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泄漏这方面的问题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你确定这个修好 补好以后它确实可以确保它的 是的 因为我们要重新加压 加到410个K帕 那在这种它的这个压力的 就是114个%的这个压力之下 它不能有这个超过这个限制值的这个泄漏 那大概在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做焊接 这个它上面 它里面是一个钢板 那么在这个屋顶的这个角落图 焊接钢板的问题 并不是那个水泥的那些 不是不是 就是焊接钢板的这个 有一个焊接的这个地方 因为焊接的这个角度非常的不好焊 所以那个地方有一点缺陷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缺陷的这个地方把它焊到 把它模处 重新按照规定把它焊起来 这个问题就解决完毕了 这个在这个所谓建造的过程里面 这个我们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不是应该知道的问题吧 没有办法 完全知道 就是我们每一个焊道 虽然都经过检查 但是检查它有一个限度 那么有一些微小的焊道 副总 我想我的问题很简单 您知道那个焊接是困难的地方 是的 那就更应该要特别的检查 因为是困难 所以它就容易出问题 不是吗 我们确实也非常认真的检查 但是太微小的这个缺陷 我们不容易看出来 所以就必须要最后都要 所有核能电厂都一样都要在最后的时候 要加它足够的这个压力 设计压力的这个10%的以上 那我们来测试到底还有没有这些微小的泄露 这个是我们非常严谨的作业的这个一个程序 这个是社会上现在并不知道的 所以它的泄露的部分 是跟你的钢体的结构有关系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并不是 我还要再报告一下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两层的这个维珠体 外层维珠体即使有少量的泄露 它是到第二层维珠体里面 是把这些泄露全部都把它 但是我想你现在就是说 大家看到了社会的疑虑是说 连那个混凝土的维珠体都 混凝土的维珠体是我们通过测试的 我们叫做Structural Integrity Test 那我们这个是经过 115%的这个压力 把它测试了以后 它完全符合不定 那现在到6月中下旬 在你正式测试 第二次正式测试之前 你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再征露 我们其实这段时间 是在做修补的这个 就是要把它改正的这个工作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测试 也同时在进行 所以我们安排的时间 就排在它最后6月20号把它做完 那我希望你继续征露 这个看看有什么问题 是的 好这个 这个我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这个核四不能又不用的话 是最好 但是你今天 你既然政府有个政策说 你要封存的话 我们当然是希望它是一种 一种合理的状态 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那么我现在想 今天要请问的 是 其实跟台电也有关系 但是可能跟经济部 甚至应该有跨部会的 跟我们的这个环保单位 也有关系的 就是当核四 或者是核电厂 逐步退役以后 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控制就变得非常重要 没有错 好 那部长 您知不知道 现在台电里面 有一座全世界 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电厂 全世界电厂里面最大的 台中火力电厂 台中火力电厂 对 是不是 那么 除了台中火力电厂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 几个大的火力电厂 是不是二氧化碳排放量 也非常的大 对 对 这个火力电厂 这个碳排放都比较高 根据 根据这个一个组织 叫做Carbon Monitoring for Action 简称CARMA 它做的统计 台中火力电厂的 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跟它的发电量的比值 我们称为intensity 它的密度 2009年 2009年 它的密度大概是900多 但是未来 它还要继续扩建 是不是 还是说它要替换 台中火力电厂应该没有 不会扩建 没有 不会扩建 但是它这边的统计 那可能它的统计 因为它是2009年加上以后 它现在可以发到 是不是5000万千瓦 5000万吨的这个 二氧化碳排放量 2009年 2009年是3600万吨 对 现在是到了多少吨 知不知道 38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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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CARMA的估计 它会达到5000万吨 是否实施 不可能的 我们装置容量550万千瓦 是已经固定了 是固定的 那我们的强度是910公克 每一度 它这边写931公克 差不多这样 因为效率一直在改善 因为我要问的是说 它估计 未来 它的强度 是1060 不会吧 不可能 好 那很好 但是我想要讲的 不是这个 不只是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二氧化碳的排放 有没有办法在未来在更换新机组或者是排屋的这种设备之下降低它的密度 有 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就是CCS这个观念 我们希望说如果这个商业技术或其他技术成熟的时候 我们会引进二氧化碳封城的技术 来减低我们的排放 事实上我看到美国的环保署其实已经要求它的这个排放的新电厂 或者旧电厂的排放的标准要提升 我希望虽然经济部不是负责环保的 但是你在生产的过程里面 你是应该要注意 应该要协助台电 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个工作上面要强化 部长同不同意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负责环保 我们就不重视环保 因为基本上从建厂到后续营运 我们都不需要符合国家的环保的标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 你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只想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是从Karma里面的download下来 所有的电厂有很多了 但是我想讲强度来讲的话 我们强度刚刚提到的 像这个台中电厂900多 对不对 可是我们这边的电厂 我时间到了吗 最后一点 我请部长要注意 我们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电厂 包含了中华电信的资料处理中心 它的强度可以高达1650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电厂 不管是大的小的 我们不能因为它是民间的 我们就不管了 我希望部长在这边 在审核这些或者在辅导这些电厂 只要发电的机构 都应该去检视他们的设备 跟他们的排放状况 了解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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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委员 谢部长